用于控制血糖减重的瘦瘦比 国内药局跟医院今年都叫不到货 面临了缺货窘境 医师解释瘦瘦比一周只需要注射一次 不管是减重降低心血管疾病 都有显著的效果 也吸引有打针恐惧的糖尿病患者 还有享受胜的族群疯抢 预估接下来将会有25万名的患者 受到缺药的影响 可能需要自费买其他的替代药品 转开评深这一支蓝色的针剂 就是近年来很夯的瘦瘦比 如今一针难求 两大瘦瘦比品牌 包含里来药厂的益州糖 以及诺和诺德的医妥赞 无论药局或诊所都大缺货 大概半年前就有 就是跟厂商叫货就已经不出货 退单是已经退了不少 一个月大概有大概5张到6张左右 药师解释瘦瘦比对糖尿病患者 治疗成效显著 研究指出第二型糖尿病 约40%到70%与肥胖有关 使用瘦瘦比不但能抑制肥胖 对心血管疾病降血糖有显著效果 这回断药消息一出 预估全国糖尿病有约250万人 影响约一成 将有25万人面临断药危机 如果医院也缺货的话 那就可能要请医生替代药物 病患可能辛苦一点 要经历一段调药的时间 医师们解释 瘦瘦比疗成一周仅需打一次 可自费购买 吸引瘦身族群疯抢 即便一只喊到上万块 仍常常缺货 很大的市场被所谓的减重的 这个部分所划分掉 所以造成这个能量也不足 那其实是对糖尿病患者 对于血糖控制来讲 其实是比较惋惜 对于这种所谓的药减肥的 是否一定要用这个药 那也请医师 那特别留意一下 医师呼吁政府 应针对瘦瘦比进行管控 避免严重糖尿病患者的救命神针 凡被减重足 瓜分供应量继续缺货 记者 上月燕林凡台北采访报道 所合一选举进入倒数 有的地方选情紧绷 也牵动支持者的情绪 医师说最近出现了 选举压力障碍的患者 增加10%到15% 这些民众可能会出现失眠 没有胃口 肌肉紧绷等状况 而这些都可能是选举压力障碍 建议有一些可以缓解的方式 像是限制看新闻 以及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 也要避免和同事或家人 过度激烈讨论政治 这个星期六就是九合一选举投开票日 各候选人做最后冲刺催票 也催得选民好紧张 有人就出现精神焦虑紧绷 甚至失眠的状况 精神科医师说 这些症状都是选举压力障碍 每到选前就会增加 大约10%到15%左右这样的病患 除了失眠头痛以外 食欲不振 暴饮暴食 肌肉紧绷 常位倒不是 注意力不集中等 都有可能是选举压力障碍 降低敏感度 转移注意力 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吗 选举过后 一切就恢复原本的正常作息 心理自商师也提出五招 缓解选前焦虑 像是限制观看新闻 及社群媒体的时间 和新闻好友就政治议题 划清界限 再不行就找信赖的朋友聊聊天 还有就是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政治参与方式 最后投票当天 可以安排一些放松计划 毕竟选举是一时的 不管心仪的候选人 有没有选上 日子也还是照样要过 在刘志玉 黄明胜台北报道 魔兽霍华德首战后 传出左膝商事 预计将休兵两周 日前他也特别开直播 和球迷互动 那么也说12月8号 是他的生日 当天可能会前进台湾校园 可以期待他的惊喜 也谈到了自己第一站 较出38分的好表现 却被NBA退役传奇中锋 O'Neal上节目嘲讽他的表现 更暗酸台湾的直篮水平 连美国假日菜市场杯都不如 那么对此 霍华德也特别开直播 杠上了O'Neal 力挺自己的队友 也替台湾直篮打包不平 连美国假日是在台湾上的 计划的拍拍手NBA退役传奇中锋 O'Neal上节目评论霍华德 来台首战表现 即使两天他都打出亮眼成绩 首日甚至还绞出全场38分 25篮板9助攻4火锅的准大三元 但侠客O'Neal仍显得相当不以为然 甚至还暗酸台湾直篮水平 这个队是每天晚上健康 我每天晚上健康 不是每天晚上健康 对 这就是每天晚上健康 你能够出来 这个信息是为Shakiel O'Neal 不要尊重我的队友 在这队友和这些人在台湾 那是非常尊重的 而且是恨的 霍华德再开IG直播 力挺球队队队友到底 也替台湾直篮被暗酸打抱不平 认为不是所有选不进NBA的球员 都没有实力 在台的球员一定也有值得 被肯定的地方 更加码发文说自己很喜欢这里的一切 不只是球队还有粉丝 最后还放上我国国旗 力挺台湾直篮到底 NBA只有450档 这会很难让世界上去NBA 所以这并不认为他们没有才能 直播的最后又再放出粉丝福利 预告自己生日快到了 当天还会突袭校园开趴 让球迷超期待 魔兽旋风不仅席卷全台 更提高各国对台湾直篮的关注 堵截台北综合报道 陆港天后宫上午开放2023年点灯 其中限量200盏的财运亨通斗 吸引了不少信众来排队 尽管一盏要价8800元 但一个小时内就被抢光 拔得头朝的男子 前天下午2点就来排队了 有外线市的民众连续来点了5年 发现每年排队都越排越早 如果清晨才来排队根本抢不到 天色才微微亮起 陆港天后宫的庙前就出现 长长的排队人龙 他们全都是为了要点 明年的财运横通斗 由于去年夜排遇到寒流 信众今年还特别准备了 防寒睡袋帐篷椅子 要来抗战长达18小时排队 而今年抢下头上男子 前一天下午2点就来顾庙口 因为信众都说真的有败有保佑 不少外线市的民众就怕点不到 前一天就来排 由于凌晨还出现零星雨室 庙方贴心的准备了热浆茶 要帮信众们暖暖身 而今年唯独财运横通斗没有涨价 其余像是安太岁或光明等等 都从六百元涨到八百元 因为位置有限数量非常的少 才会造成这样子有排队的一个现象 很多信众点了都非常有感应 我们看到他们那么早来 真的非常的感到 真的辛苦他们了 倒数两个月即将迎接农历新年 陆港天后宫也从农历11月初一 开放点灯报名 首日不到一个小时 抢手的财运哼通斗 就全数抢光 没点到民众也别担心 前程祈福 神明依旧还是会保佑 记得戴络茂 正好报道